哈喽大家好,继联邦预算之后,今天又迎来了重磅消息 加拿大央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并从4月25日开始量化紧缩 这次央行大幅加息虽然来得有点晚,但终究还是来了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聊聊加息和量化紧缩对加拿大房产市场的影响 虽然依次加息50个基点是22年来最大的加息幅度 但是比起量化紧缩来就不算大事了 因为导致物价和房价暴涨的罪魁祸首,就是不计后果的量化宽松政策 央行预计2022年上半年平均通胀率接近6%,而且今年全年都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现在通胀加剧的风险越来越大,美国3月份的通胀率达到了8.5%,是1981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加拿大2月份的通胀率是5.7%,3月份的通胀数据要4月20日才会公布 大多数分析师预计会超过6%,这是近几十年来未见的水平 物价飞涨,工资却跟不上,这对普通加拿大人来说完全是一场灾难 这次加息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抵押贷款利率飙升,债务成本提高,借贷能力下降 专家预计,加拿大的借款人在未来两年将会额外花费430亿加元用于偿还债务 今天加息50个基点,仅仅是起步阶段,央行在未来一年内还会多次加息 这会让抵押贷款市场降温 皇家银行上周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年底前,基准利率会提高到2% 他们预计,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将会大大放缓,尤其是对利率最敏感的投机性需求 因为投资者大多会选择浮动利率贷款,这样才能保证投资的灵活性 而这次受央行加息影响最大的就是浮动利率 根据金融监管机构的数据,2021年7月到11月期间,选择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人占到一半以上 现在加拿大住房抵押贷款额近三分之一是浮动利率抵押贷款 疫情爆发后,超低贷款利率导致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吸引了比过去更多的投机者 这种投机行为大大加剧了住房方面的不平等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加拿大每10套住宅中约有3个拥有多处房产的人 而且他们在房产存量中占有很大的份额 其中新斯科社省最为突出 2020年,在新斯科社省拥有多套房的业主占所有业主的22% 持有房产数量占新斯科社省房产存量的41% 在BC省多套房业主占所有业主的15% 持有房产数量占存量的29% 在安省多套房业主占所有业主的15.1% 持有房产数量占存量的31.1% 按房地产价值统计,新布伦瑞克省前10%的人拥有所有住宅物业价值总和的24% 新斯科社省为25%,安大略省为28%,BC省为29% 这还仅仅是2020年的统计数据 近两年的情况恐怕更加糟糕 因为投资者比例上升 更多首次购房的刚需被挤出市场 上面的数字还只是个人业主 公司和机构业主并未统计在内 公司和机构持有住房份额在安省占到7.6% 在BC省占到了10%,3月份多伦多房产销量同比大幅下降了30% 蒙特利尔下降了13%,温哥华下降近24%,一旦利率持续快速上升 投机性房产需求可能很快就会消失 既然持有多笔贷款的房产投资者如此之多 那么这次央行大幅加息必然会大幅提高他们的成本 他们很可能会因为持续加息负担过重而选择出售部分投资房产 特别是在房价见顶 房产市场已经有明显降温迹象的时候 前段时间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彼得·劳特利奇指出 一股投机狂潮席卷了加拿大的房产市场 投资者占交易的22%以上 一旦加息 他们对房产市场的兴趣就会下降 当投机者消退的时候 房价可能暴跌10%到20% 穆迪最近预测加拿大抵押贷款利率将达到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他们预计5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在2022年底将达到4.25% 2024年底将上升到5.5% 如果上升到这一水平 按照抵押贷款压力测试标准 借款人必须保证自己有能力以6.25%至7.25%的利率支付月供 房产市场的购买力将会大幅下降 穆迪认为随着这些利率上升 抵押贷款债务增长率将会下降 住宅抵押贷款在未来几个月的年增长率将从今天的两位数下降至4% 2025年将下降到2%以内 这将是自80年代初以来最慢的抵押信贷增长 最近有很多机构说 前段时间联邦预算中的房产政策不会让房产市场降温 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已经疯狂了近两年的时间 随着利率上升购买力下降 现在即使政府想出手拖住市场 想不让房价下跌都很困难 而且在联邦预算发布之前 房产市场已经显示出降温迹象 虽然盲目竞标未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两年海外买家禁令也打了折扣 但联邦预算还是有一点实质内容 具体内容可以参考我上一个视频 虽然联邦预算的个别举措 对房产市场会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但远不如加息和量化紧缩来得更直接 如果说量化宽松是房价暴涨的罪魁扩手 那么量化紧缩必然会让已经开始降温的房产市场雪上加霜 如果量化宽松的时候应该多负债 那么量化紧缩的时候必然是现金为王 不论如何房价下跌可能即将成为现实 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那些杠杆用尽的人 谁让他们太贪心呢 接下来随着房产投资逐步退烧 那些之前被挤出市场的刚需 一定会迎来入场的好时机 但是紧缩周期才刚刚开始 千万不要急于出手 可以先准备现金 让子弹飞一会儿再说 至于什么时候出手才是最好的时机 会在接下来的视频中展开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观看再见